衣服双加64啊老啊 这衣服兄弟你是哪个学的算法是64啊 你是从化学的理论吧 分子学量子学 数学的角度这肯定不是64啊兄弟 28加26怎么能64呢 即便是64下边不还减3呢 不也是他妈61吗大哥啊 8000啊再加上啊1500再加2700 最终的估价的话是20000啊 2600块钱啊 22600块钱 好看老板多少钱买的 9月5万价 啊31,26,275啊 啊21,222啊 23啊26,800,22啊 3万啊27 好老板的最终购买价格 咱们的估价多少 22,600啊 老板最终的购买价格是34 34,000块钱 其实我觉得正常来讲 对于普通玩家来讲是贵的 但是老板对于女来说不贵 因为你人在英国上学吗 一年学费50万 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2万 对不对 12万的生活费 平均一天 平均一天4000块钱 你就亏了三天的生活费 对不对 你亏的一万块钱 相当于普通人普通 对不对 像我们在国内上学的 一个月生活费是1000 家庭条件好的话 1800 1800 1600 对不对 你亏的一万对于我们来说 才亏180块钱 老板还买号吗 老板咱们换一个角度思考 假设咱们不要一个祥瑞 不要一个清华四季 你花三万块钱 你们觉得能不能买到一个700的无级别武器 700的无级别武器 三万块钱 能买到吧 真的 你花这个价格 其实已经接近无级别的价格了 而且无级别不是专用 69 89 109 都能用 不过不要紧 像你这种老实有钱的人 运气不会太差 仓库里肯定有惊喜 老板 你就给我看着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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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把70级的武器 专用的 武装图 武装图能挖入吸血和必杀的 千金难买 老板喜欢 所以说老板给你点评这些号 首先价格是绝对可以的 一线价格 锦衣虽然有青花丝 你买了一个现在最贵的锦衣 但是失去了一个最有潜力的锦衣 云龙梦 然后九尾冰湖 毕竟是二哥 他跟天使猪猪还没法比 武器720专用的 跟简易的 简易的话差不多是一般4000块钱 能买到一个 跟这个好的 跟这个差不多好的 所以说武器 对不对 价值是肯定不会超过14000的 当然不是专用的话 也不可能到达465这种伤害 所以说呢 各个方面呢 没有拔尖的东西 无论是锦衣 还是祥瑞 或者是武器 但是价格确实够一线 又给我开了个守护 家里有庭院 看看家里再没有什么惊喜 没有什么惊喜的话 就可以撤了 还没惊喜 白白了老板 在英国 亏这一万也不算亏 其实啊 我给你讲老板咱们反的算啊 那武器的话 假设不是专用的 那对不对 就是一万四了 就差六千块钱呢 对不对 九尾冰湖 刚才估一千 理论上呢 搭配钱已经加过了 行了没得说了啊 我编不下去了啊 嗯 那要 Cont兰湖